我來看這題喔 他說實際數多像是FS和GS 有兩個式子 這兩個都是實際數多像是 那問題來呢 聽不懂FS什麼都沒有講 他告訴我GS 講你行不行 好 再一個條件 他說這兩個有次數大於雲的公英式 換句話說這兩個式子有共同的英式 講你行不行 有共同的英式 講你行不行 麻煩你問你下一任何者正確 首先這兩個共同英式 我先做第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先把這GS抓起來英式分解 這樣行不行 因為我完全不曉得FS 那你看一下GS可不可以英式分解 很喜歡意見的 GS是這個式子 它是幾次 三次 那你X用1代式有沒有等於0 有 所以說我是可以知道 GS可以怎麼英式分解 可以 它用1代式是等於0 所以說它可以抓起來被幾除 1除 所以馬上三次 兩次 一次 參數下 我馬上用綜合數法來分解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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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這樣行不行 所以分解下去 所以分解下去 被除四次幾 GS 被幾除 被1除 被A-1 乘上三次四幾 S平方 加上2S加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GS老師可以把它解成 它可以分解成一次乘幾次 兩次 問題來了 這兩次還可以再分解嗎 不行了 不行了 對吧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GS可以分解成這兩相乘 那你看一下A選項 FS等於0的時候 抱歉 A選項 它說GS等於0的時候 問題恰有一個死根 對不對 你看一下 這40等於0 可見AK四起 1 而這邊呢 可不可以因十分解 不行 不論因十分解 先看什麼 判別式 B平方 減幾 4H1 這邊判別式小20 所以說這邊有沒有死根 沒有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但GS等於0的時候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 AK算出來 不錯 這邊有一個死根 定它為0 可見AK四起 1 所以說這邊有一個死根 而這邊有沒有死根 沒有 所以說GS 確實一樣 它下雨後 一死根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A選項是正確的 對吧 好 好 問題來了 重點要看誰 這時候猜猜看 B 看一下FS事情 怎麼說 他說 FS等於0 必有10根對不對 問題來了 FS是誰 屏幕只有我書後 FS和這個G 有共同的音式 所以說這時候你想想看 F是誰 我不曉得 我連FS是幾次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字子和它有共同音式 有共同音式 你看GS當中是有這兩個音式 可見FS和它有共同的地方 可見GS可能是AK-1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這FS可能有A-1 或者這FS有誰 S平方加上2S加2 對吧 因為這兩個 聽不說FS和它有共同音式 所以FS寫出來可能會有A-1 但是問題是FS能A-1 AK-1嗎 不一定 我只說這兩個有共同音式 所以FS可能有A-1 那FS除了A-1之外 可能還有其他的式子 那這其他式子是多少知道嗎 不曉得 我就隨便假設一個叫AK-1 好不好 所以說我去假設FS 可以分解成這兩相成 這樣可以嗎 這A是我假設的好不好 這這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FS和GS有共同音式 所以共同的地方 因為GS可以分解成這兩相成 所以共同的地方可能是A-1 或是這個東西 對吧 所以說FS可以假設成A-1乘上一個式子 或者FS可以假設成 把這個東西乘上一個式子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啊 這樣子的話 F-1G有沒有共同音式 有 F-1G有沒有共同音式 有 還有一種情況 可能FS 這兩個都有 可不可以 題目只有說FS和GS有共同音式 所以題目並沒有告訴我哪些一樣 對不對 那GS可以分解成這兩個 所以FS可能有這個 對吧 也可以這樣寫 代表這兩個相成 也可以這樣寫 代表這兩個共同 對吧 好 所以說FS的假設方法是這麼多種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到底是哪一種說真的 我也不敢肯定 因為題目都沒有說 所以FS的可能性 有這三種寫法 對吧 好我們看一下題目的說法了 大家看必須選一下 FS等於0 他說這個式等於0的時候 一定會有10根對不對 來你看 等於0的時候這邊有個10根1 等於0的時候這邊有10根1 但等於0的時候一定有10根嗎 這邊沒有10根 而這邊有沒有10根 我也不曉得 所以一定會有10根嗎 不一定 好不好 不一定 因為FS的寫法有這三種可能性 對吧 假如說等於0是這種寫法 確實有10根是1 這種寫法是確實 它一定會有10根是1 這種寫法的時候一定有10根嗎 一定嗎 不一定 對吧 所以不一定了 來C選項馬上繼續 他說多少 FS和GS等於0 有共同10根的時候 來聽好 他一告訴有共同10根 可見FS有共同10根時告訴我 如果是這個 來告訴我他10根是起1 如果是這個 他10根一定是起1 如果是這個 一定有10根嗎 沒有 所以說題目說 有10根 有共同10根了 一定有共同10根了 而這個10根一定是1 對不對 對 所以說C選項是正確的 好不好 他說 他已經先告訴有共同10根 對吧 所以說他等於0的時候 他10根是1 他等於0的時候 他10根是1 這等於0不一定有10根嘛 所以一旦有10根是這兩種 在有10根的情況之下 這10根一定是起1 所以C選項是正確的 再看諸選項 他說什麼 FS等於0 對 對吧 有共同10根 則FS和GS的最高供應式是一次 對不對 你看一下 什麼叫最高供應式 你看一下 欸 在有10根的情況之下 有共同10根的情況之下 他共同的因式只有AK-1嗎 你看一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沒有10根 有共同10根 他共同因式只有AK-1沒錯 這種情況之下 這兩個又有共同10根 但問題上 共同因式卻是這兩個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共同因式嘛 瞭解一下 雖然共同因式來講 可能是一次 或是這兩個 那這兩個乘起來是幾次 三次 對吧 所以說聽說最高供應式 他共同因式一定是一次嗎 不一定好不好 不一定 搞不好是這兩個相成 這兩個 所以說在有10根的情況之下 所以說這題關鍵點在這邊 聽不懂說FS和GS有共因式 對吧 那GS可以分解成這兩相成 那FS和他有共同的地方 所以說FS可能是他 乘上一個東西 或是他乘上一個東西 或是這兩個他都有 再乘上一個東西 對吧 所以說你看 FS寫法有這三種可能性 對吧 所以一旦你看諸選項再一次好不好 他說有共同時根時 有這兩種的 有這兩種情況 這兩種情況都會有共同時根 對吧 有共同時根的時候 他共同因式一定是一次嗎 不一定 搞不好這兩個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說諸選項是錯的 這樣行不行 來1選項 所以沒有共同時根的情況之下 沒有共同時根是只有這個 對吧 這個和這個有共同時根 這種寫法和這種寫法有共同時根 只有這種寫法沒有共同時根 在沒有共同時根的情況之下 這兩個相同的因式都是幾次 二次都對 他相同的最高公義式的二次都對 對 這樣行不行 所以1選項是正確的 對吧 在沒有十根的情況之下 也就是這兩種寫法 這種寫法的情況之下 這兩個最高公義式 共同的因式是幾次 兩次對不對 對 OK 這樣要小心是吧 所以說正確的選項是誰 A C E 這樣行不行 幾號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OK